巴黎行 海云威在半个世纪前曾说 如果你在年轻时待过巴黎 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 我们这群已不年轻的人来到巴黎 不知他是否会伴随我们今后的岁月 塞纳河左岸咖啡馆林里 是艺术诗歌哲学的代名词 这里的空气仿佛弥漫着 波德莱尔马拉美诗句中浪漫的气息 脚下的步道 巴尔扎克雨果也藏在这里徜徉 河边的石块草坪 莫奈樊高曾坐在那儿写生 我们选择住在左岸 就是为了沉浸在文化艺术的寻陶中 弥补大半生为生活奔波 对艺术体验欣赏缺失的遗憾 西洋给塞纳河畔的古老建筑 涂上了一层金色 卢浮宫和劫后的巴黎圣母院 在蓝天的映衬下更显灰红而庄严 塞纳河的黄昏在莫奈的画笔下 在波德莱尔的诗句中也深深地印在了我们这群刚到巴黎的游客的心里 我们在金黄与深蓝交织的左岸街巷中漫步 走过古老的法兰西学院 后面巷子里一个桃花盛开的小公园 桃花映着西洋中古老建筑的穷龙顶 数百年来 这个女子雕像在这里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向人们诉说着曾经辉煌的过去 由于疫情 著名的巴黎艺术学院的大门关着 二十世纪初 中国许多文艺青年曾在这里学画 开启了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大门 然而 这扇门五十年代初又关上了 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才打开 现在又因疫情而关闭 然而 教堂的门是开着的 这座建于公元六世纪的圣日尔曼德普雷修道院 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据说建成后这一带还是农田 现在已是最热闹的街区了 教堂的门前放着一张长桌 上面放着橄榄枝 游客走过取一只 为早日结束俄乌战争而祈祷 鞋对面是著名的双手咖啡馆 人们都坐在露天喝咖啡聊天 1812年 这里是贩卖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和布料 以及中国丝绸的店 因里面放着两尊中国清朝人物木雕而得名 半个世纪前 海明威 乔伊斯 西蒙波娃 毕卡索 皆是这里的常客 这家的咖啡也因这些名人 而比一般的咖啡馆贵了许多 走在左岸的街巷中 欣赏着创意独特的橱窗 处处是历史 一部皆有故事 这家莎士比亚书店 是一家英文书店 更是一座文艺沙龙 20世纪50年代 由美国人乔治·惠特曼创办 第二天早晨 我们置身在游船上 塞纳河在脚下流淌 视线沿着船舰移动 巴黎圣母院 法兰西学院 卢浮宫 军事博物馆 和建于中世纪的巴黎古监狱 埃菲尔铁塔 犹如一页页法兰西的历史画面 在船舰翻过 最为精彩 令人着迷的是 塞纳河众多的桥 它连接着左右两岸 左岸的浪漫诗意 和右岸的理性奢侈 通过这些桥 融合在塞纳河上 它也连接着 法兰西的历史与现在 最复利的桥是亚历山大三石桥 桥上一组组金铜雕塑金碧辉煌 左岸是荣军院 右边是大小皇宫 桥头四根石柱上 立着四匹 正义欲飞的金马 富丽堂皇 塞纳河两边 处处都是石雕和铜雕 真迹 法国人用石材和金属 书写着历史 塞纳河在密纳波桥下流淌 我们的爱情值得追忆吗 在痛苦的后面 往往来了欢乐 让黑夜降临 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失了 我没有移动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 于1912年做的诗歌 密纳波桥 是塞纳河上这座 百年美式的铁桥 享誉世界 时光消失了 我依然不动 任凭河水流淌 爱心永远不变 塞纳河上共有36座桥 最古老的桥 建于1578年 由亨利四世主持修建 不知为何 它的名字叫新桥 由于中间连着西带岛 新桥有两座独立的桥组成 塞纳河上有两座岛 中心地区的西带岛上 有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圣礼拜堂和巴黎谷监狱等 另一个圣路易岛上 立着当年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像的原样纺制 新桥中间立着亨利四世的骑马雕像 古朴的石桥成为无数电影的驱景地 毕加索也画过它 雨果巴尔扎克常从桥上经过 西带岛上的黄昏是浪漫的 年轻人三五成群地沿着河边或躺或坐着 喝着啤酒咖啡 聊着历史 谈着爱情 从隔壁的艺术桥看西带到了黄昏 更添一分神秘 当月亮升起在赛纳河上 新桥连接着两岸的灯光 金色的铃波荡漾在河水中 河边泊着小船 游轮使来破开了灯光 剪碎了月影 动荡的河水映照着 微然不动的古桥 最浪漫的桥就是艺术桥 它是一座人形桥 连接着法兰西学院和卢浮宫中央广场 这是情侣们向往的圣地 他们喜欢在栏杆上锁上一把爱情锁 然后把钥匙扔进赛纳河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爱情锁 使古老的桥不堪重负 有人估计那些锁都有93吨重 2014年政府清理改建 成了现在的玻璃护栏 比尔哈克木桥因电影《盗梦空间》而为人们所熟悉 其实它也是很多其他电影中的场景 森林桥下 众多造型独特的钢柱 很有纵深与时空的感觉 在这样的时空隧道中奔跑 似乎也有冲向另一层空间的欲望和冲动 岁月随着河水流淌 古老的桥见证着不断演绎的历史 建于1889年的埃菲尔铁塔 是巴黎的象征 站在铁塔底部中心的位置往上看 铁塔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 向四面绽放 登上塔顶俯瞰巴黎全景 塞纳河在塔的下方静静地流淌 河边的夏月宫 战神广场和卢浮宫 凯旋门 荣军院等 远处的蒙马特高地 现代化进程 都市的扩展 丝毫没有破坏巴黎的古城风貌 自19世纪 奥斯曼巴黎大改造至今 几乎没有改变 远远望去 塞纳河边有太多的美术馆 巴黎三大美术馆 有卢浮宫 奥赛 彭皮杜艺术中心 中小型的艺术馆就太多了 罗丹 毕加索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 菊原美术馆等等 这些美术馆如同一座艺术巨轮 承载着世界文化艺术的精髓 从古代一路走来 停泊在巴黎 所以到巴黎必须要去美术馆 在去卢浮宫的路上 经过杜勒丽花园 只见路边草坪上 花丛中水塘边 到处都是古老的雕塑 人们慵懒地躺在草坪中 坐在长凳上 三五成群喝酒聊天 尽情享受初春的阳光 巴黎人的生活真令人羡慕 卢浮宫入口的玻璃金字塔 是华裔建筑师贝玉明的作品 传统的金字塔造型 和金属玻璃的现代感 完美结合 玻璃中映着两边古老的建筑 虚实相见 十分完美 卢浮宫三大镇馆之宝 古希腊的胜利女神雕像 和米洛斯的维纳斯 达芬奇的油画 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油画前面 人最多 我们从希腊这个艺术的源头过来 对埃及 希腊 罗马艺术这一条线 倍感亲切 在卢浮宫 我们再接上了和中世纪 文艺复兴等脉络 对西方美术的发展历史 有了清晰的概念 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 都是为神服务的 尤其是中世纪的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 绘画既为神也为人 拉斐尔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虽然多是宗教题材 却以现实人物为原型 来表现神 并将其推到了顶峰 当16世纪艺术中心 由意大利转到了荷兰 荷兰画家 干脆就表现人和世俗生活 他们画自画像 画美好生活 画静悟风景 画社会团体 完成了绘画主题 由神到人的转换 由于法国国王邀请 荷兰画家 卢本斯到法国宫廷画画 在他之前 达芬奇晚年也生活在法国 西班牙公主玛丽 嫁给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成为法国皇后 卢本斯的24幅巨大的画 玛丽皇后的油画 专设了一个大厅展出 十分震撼 艺术中心逐渐转到了法国 法国画家们 画拿破仑 画新闻事件 画劳苦大众 画战争和革命等等 绘画由荷兰的小资情调 转到了国家 战争和国民意志的大情怀 由画自由引导人民 至今依然使人热血沸腾 十八世纪开始 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法国艺术经历了 巴洛克 洛可可艺术和现代主义 印象派 后期印象主义 到现代派艺术 由于照相机的出现 在法国发生的绘画艺术 经历了阵痛 裂变到脱胎换骨的过程 现在的巴黎 依然是西方艺术的中心